最近,新版《陆顶记豪华战容》曝光,拥有七个老婆,尽享其人之福的韦小宝,将由张艺山领衔主演,而令韦小宝神魂颠倒穷追不舍的阿柯,将由张艺山的好姐妹养子饰演,两人从姐弟变成夫妻,不知道观众会不会出戏。 另外,蔡文静饰演芳怡,游静如饰演腾柔,吴优饰演剑宁公主,徐东东饰演苏玄,白雪饰演双儿,周东宇饰演穆建平,一大波青春亮丽的美女,简直让人眼花缭乱,就是不知道演出来如何了。 网友中有期待的,毕竟张艺山可是凭借七个我,炸裂是演技实力圈粉,另外张艺山的演技在小鲜肉泛滥的演艺圈中也是值得肯定的,而且目前从同龄人来看,张艺山痴苦耐劳,不断突破自身演技,也是娱乐圈的典范,当然也有贬低的,说是陈小春张卫健版本的韦小宝,才是童年经典,经典不可超越。 另外,阵容虽然看似强大,但是女演员实在令人眼盲,翻拍无异于毁经典,你怎么看待新路顶纪呢?张艺山本为小宝你期待吗?